居然有宝贝说我没有新款贴纸的胶带 本叮当怎么可能慕有 今天就来开个箱 给你们瞅瞅我刚到的满满一箱的胶带 一眼就看到了整天被你们催的海绵宝宝和派大星 这两个宝贝 一听到我说宝宝两个字还以为是叫他们 继续开箱 还有你们喜欢的三零欧也到了 放在桌子上给你们看吧 这次的新贴纸胶带还是有四个颜色 第一个是海绵宝宝和派大星 猫和老鼠 终于集齐了我爱的这两个动画片的贴纸了 迪士尼 它的贴纸有兴带路哦 你们喜欢的三零欧也不能少 最近发现你们很爱珠光胶带 每个颜色又贝勒一卷 还有银灰色 这下我可以挑战把这个铁球连到一号龙珠那么大了 还有你们催的这些小卷的胶带 透明色 土豪金 火龙果色 珠光蓝 少女粉 番茄红和克莱因蓝 每个尺寸的我都有了 看着这一桌子的胶带满满的安全感 终于不怕被你们催了 昨天我挑战了两次徒手爆冰球 居然都失败了 总结了没成功的原因我发现 一是因为冰球不圆 二是动的冰球太大了 所以我总结经验后 又重新动了一个小冰球 这个够小也够圆吧 我就不信它还能失败 老规矩先撕个皮 然后撑开胶带 放冰球 这好像并没有啥难度嘛 果真还是小的冰球好爆一点 第二层 好像也没啥难度 第三层 就在我以为马上就要成功的时候 木有关系 继续继续 我用胶带把冰球全都爆起来不就完了吗 好吧 是我低估了这个冰球的重量 实在不行 只能徒手往上卷了 哎哎 你怎么还咕噜起来了 算了算了 我也不和自己较劲了 还是用这个老方法吧 那你们知道我家的这个材料是什么吗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今天我来挑战徒手爆冰球一次就成功的方法 别问我为啥这么自信 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小窍门 既然一次就能成功 那先来给你们来一波丝皮的解压吧 那个我研究出来的小窍门 只能适用于小冰球和圆一点的哈 翻遍了我的冰箱 好像也就它够小 但是不太圆 只能将就用了 请出我的宽脚带 黏这个冰球或者黏大水球啥的 可必须得用宽的呀 不然太容易翻车了 然后用我们徒手黏水球的方法 哎哎 不会要翻车吧 大兄弟 刚刚发生了啥你们没看到啊 从来我还就不信了 哎哎 可以可以可以 包起来了 哎 再换一个胶带 我还就不信了 大兄弟 我没让你在这游泳 还游来游去的 哎 你怎么又漏了 再试一次 水球玩的那么溜 我不相信冰球还不行 哎哎 有希望 多起来了 多起来了 分个口 不要开呀大兄弟 赶紧赶紧抱第二层 完了 又要翻车了 真相只有一个 应该是我的冰球太大了 导致他在里面一直游泳 我又重新装了一个小水球 这样看够远吗 把他放回冰箱 动成冰球后再挑战给你们看 你们说下次我能成功吗 就该是我的冰球也是在冰球太大了